大家好,我们现在去看房子 说实话,看了差不多四五个房子了 就是那个卧室有点小啊 卧室小实在是不行 然后我们想找个卧室大一点的 刚才给那个中介打电话 然后问他有没有卧室大一点的房子 他说有 他说你们现在可以过来看一下 然后我们现在正在坐车去 距离我们家也不太远 走路十几分钟 我们坐的是摩托车 所以现在过去看一下这个房子怎么样 就是这个房子 不知道是一楼还是二楼啊 现在正在等房东过来 要是打开门 然后进去看一下 这是一个卧室 这边还有卧室 这玩意儿也没有客厅啊 没有客厅也不行啊这玩意儿 这是二楼 这是二楼二楼的这个房子卧室 然后放一个床就没有下角的地方了 太小了 这个是卧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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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面就没有了 这不行 需要一个带客厅呢 这楼梯连个扶手都没有 这怎么可以 跟他说了要卧室大的 一楼那卧室是有点大 但是没有客厅 厨房都没有 厨房都没有 也没有天然气 他们说做饭就在这外面阳台这里做 这要是今天下雨怎么做呀 这玩意儿 跟我们要四万 这房子四万两万都不行 又找了一个房子 这是二楼啊 这是一个卧室 这边两个卧室 这个卧室有点小 还可以 这两个比较大 这两个比较大 这个是柜子卫生间 还可以 安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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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储备一间不小 问题是外面还有一个 走了 外面还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阳台啊 这个大阳台 晒衣服干什么比较方便 现在 看着还是挺不错的 问题是还可以去房顶 房顶晒东西也挺不方便的 他们现在说正在装修 先让我们看一下 看一下 然后我们先看着 然后这个 我们在找着房子 然后如果说 找到比这更好的房子 更合适的房子 我们就换房子 对不对 这个因为还需要好几天 才装修好 因为现在有时间去等啊 有时间 又一个房子 这个是房东 嗨 嗨 这里是厨房 这里是厨房 刚刚开始看到我的时候 就问我 是不是中国人 我说是她说她女儿也嫁给中国人了 她女儿是18年6月份结的婚 然后18年12月份就去中国了 我问我老婆几个卫生间 我老婆说两个 这个卧室没有卫生间 这个有 安吉拉在这里呢 嗨 走 走 不要翻抽屉 来到人家 你翻人家抽屉 这可不行 走 你干啥呢 臭 什么 臭 安吉拉姨 看往这里面看臭 一个蹲便一个坐便 两个 你干啥呢 走了 走了 这个房子 他们是 上个礼拜装修好的 这个电棒 这个管子 什么东西全部换了 包括这个柜子 它也是重新打的 看这上面都是重新搞的 包括这个灯 还有门也是重新换的 门不是重新换的 门是他门又刷了一层漆 那房东说这个柜子 啊 衣柜什么东西都是重新打的 以前没有 以前都是粉刷一下啊 就是披披下白 然后就这样租给别人 以前是像这种房子是2万 2万 然后现在他把这东西什么东西都搞好 柜子打上 然后现在他就是2万8 每个月 比之前贵了8000 这卧室可以啊 卧室挺大的 看我们看一下这个电棒啊 全部都是新的 还有这个这个也是重新装的 你干啥呢 这是我经常带着安吉拉出来买东西的这个这条街啊 其实说实话 刚刚看到这个房子我们住不住还不清楚呢 为什么 因为今天太晚签不了合同 明天他要去 房东要去他老婆的娘家 也不知道是他大舅哥家的女儿还是他小舅子家的女儿要结婚 他要在那里三四天回来之后才能签合同 然后 他去然后我们再找一下看有没有比这再便宜的房子 这个房子2万多 看有没有再便宜一点呢 然后就是我们再慢慢的找着对比一下 如果说能找到比这个房子还要稍微大一点 或者是再便宜一点 都可以啊 卧室但是不能小 卧室一定要大 哪怕是 两个卧室 但是卧室只要大一点就行了 等如果找不到 就住这个房子 如果能找到就 比这个房子好一点的 然后就住另外一个房子 反正现在这个房子是已经有保障了 好了 今天视频就录制到这里 非常感谢大家收看视频 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